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从小生活在台南乡下的眷村 那个眷村并不是什么高级的眷村 所以其实知识水准都很低 在我们生活的同辈当中 大概十个里面大概有五个 都是在打架闹事的 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去念高职 念高工 要不然就是去念军校 那整个村子 那念高中的就只有我一个 上大学的也只有我一个 因为是从那样的环境出来的关系 所以对我来讲我的梦想其实是非常的小的 从台南乡中毕业以后 我以出乎所有人预料之外的好成绩 又考上了台大电机系 省的保守底下 顺利的也从台大电机系毕业了 那也顺利的直升上了研究所 那从研究所毕业以后就想 我大概我的人生大概就是到这里吧 接下来应该就是要去工作了 但是在神的动工之下呢 我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跟阻碍 那当时候的心理压力非常的大 因为同期的同学们 不用当兵的或者女生们 都已经找到很好的工作 那教会的牧师就鼓励我来去考博士班 那本来念博士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是完全是 没有在我的计划当中的 但是我在祷告中 神给了我很大的感动 所以我就决定走向这条道路 经过念博士班的期间呢 我体会到说 生活跟信仰的合一 那要把这种态度呢 将来一定要把它延伸到社会的职场上面去 但是说实在话 真的要维持信仰跟生活 都要做好 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一般的同事下班之后呢 是去学习语文啊 或者是学习其他的娱乐啊 那或者是去逛街啊 休息啊等等 但是呢 过去把那样的一个时间 教会奔跑 教会服侍 在这五过程当中 去让跟神 够有更好的相同 不觉中来到身边 虽然我如此 渺小又不足 有一天啊 我的长官突然问我 说周伯 你满40岁了没有 我要推荐你去甄选 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的 优秀青年电机工程师 我当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想说 别闹了 嫌我的时间太多吗 还要找这种事情来给我做 然后那时候 我听到这相识的时候 他已经回来很晚的时间 然后呢 他用很疲惫的那个语气 向我诉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当时就觉得 哇 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耶 如果万一真的得到这个奖的话呢 哇 可以来见证多么好啊 所以后来在隔天早上成岛的时候 就跟神悔改 我原本这种觉得很 是一种负担的这种想法 结果隔天上班以后 我的长官就突然丢给我 一个以前的人所写的 这样的一个履历 以及工作的贡献 他说你可以参考这个 那用这样的方式 来去呈现你工作表现 真的很感谢神耶 那因着有了这样子的一个 诸书所给的这样的一个指示 所以我也能够写出一个很好的 很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履历 以及工作的贡献 虽然是这样子 但是我还是心里还是有那种想法就是 应该不可能选得上吧 因为又不是学校的教授 应该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吧 应该不会被人家看见吧 心里还是怀抱着这样子的想法 那后来在10月24号那一天呢 在等车的这个时间啊 就打开电脑 我在check email的时候 竟然发现说 我竟然被甄选上优秀青年电机工程师 那我们公司的总经理啊 他是这个 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的审查委员 所以呢 我就想说 因为是有他的推荐 有他的帮忙 才可以选上优秀青年电机工程师的 没想到我们总经理跟我说啊 他说 你能选上啊 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那天啊 在评选的那天啊 我刚好出国 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推荐你 所以当时候啊 真的觉得说非常非常惊讶 觉得哇 这真的是神的动工 如果不是神 根本不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 这一切 真的非常的感谢神 以及教导我认识神的证明心牧师 让我遇到困难跟辛苦的时候 能够以着话语去面对 信仰才能够成为我的力量 而我也才能够得到超乎我梦想的祝福 主真的是一位活着的主 真的是一位体察我们内心来动工的主 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 哈尔儒雅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要成为一家大企业的执行长 但因为成长背景的缘故 我成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人 与人相处也总是以着利益为优先 一直以来追求物质成为了我唯一的目标 大学时期的我非常努力 积极地争取各式各样的机会 参加了商学院大大小小的演讲 从演讲中确实学到很多东西 但始终没有看见成功的方法 渐渐地我对于寻找自己人生的方向和梦想感到彷徨 当时从老家上来台北念书的我 身上没什么钱 在台北也没什么认识的人 所以总是孤身一人的 度过有一餐每一餐的生活 而当时好在有一位很慷慨的学长 分担了我在台北大部分的房租 这位学长他也非常耐心细心 努力地来教导我 有一次我非常难过的时候 大声地对学长问说 你为什么要关心我呢 我根本没有把你的话听进去 我只不过是在说着我自己想说的事 但学长却笑笑地说 因为在社里中 教导我关于神的话语的正明西总会长牧师 也是这样实践的 与其说我关心你 不如说是爱着你的神 透过我来照顾你 那时我还没办法感受到神 某天晚上 当我准备要去买晚餐时 才发现自己仅存两枚十元的硬币 当时真的非常想要埋怨神 我当时却想起了学长总是叮咛的一句话 我每天为你祷告 感觉主总是在你身边 我想着 假如神很爱我 祂看着我这样 应该会很难过吧 那时忽然想起 爱是神最期盼的回应这句话 所以我迟疑的从口中说出 主我爱你 那时从没哭过的我 第一次从脸上流出了热腾的泪水 这时我才体会到 从小没有朋友的我 从小被父母丢在一旁的我 原来还有人珍惜着 原来主真的是爱我的 学长说的没错 主是透过他来爱我 照顾我的 原来我活着的目的是爱 从大天起 我带着得到了力量 开始度过每天改变的生活 从内心精神想法到生活 每个部分我一一的来改变 渐渐的我在科业上努力 开始被看见 所以我拿到了金融系创系以来 有史以来最高的平均成绩 同时我也获选为财政部部长 和标准普尔亚洲总裁 在政大的教学助理 而我目前正在101知名的管理顾问公司 担任顾问 我所在的顾问公司 是从来不愿意录取大学生的 但却愿意让大事的我 担负起顾问的角色 我也很努力地补起 与同事之间的差异 所以不到一年的期间 我的主管就推荐我成为公司的标杆同仁 我也成为了公司有史以来第一个得到这殊荣的实习生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神的话语的教导 而能够让我更专注 以着更高的层次来实践 而当我的努力得到更好的回馈后 我更加的感谢神 结果神反而赐下了更多的祝福在我的身上 而我也开始学会付出和关心身边的所有人 那对于过去冷酷现实的自己来说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他是一个脸上没有笑容 总是满脑子只想着如何让自己的成绩变好 让自己的未来可以成功 在他学习神的话语之后 他整个人完全地改变了 现在的他是一个喜欢帮助别人 也会去跟别人分享神在他身上的动工 也会以着神的爱来去对待他身旁的人事物 变成很有爱的一个年轻人 因着心中有着满满神灵的爱的凝固 我正因着付出而更幸福的生活着 而现在神的梦想也成为了我的梦想 我是林建良 改变的开端 是因着爱而所驱动的实践 在梦想的路上一见 TCGM台湾基督教福音宣教会总会长牧师 自己成为最佳教科书 成为信仰 艺术 人文 体育各领域的造就达人 因为修造的关系 即便他建造的石头造井倒塌四次之多 到了第五次才成功树立起来 人生却也如同美丽的自然圣殿 绽放出花朵 如此的人生成功哲学 感动了无数的年轻人 透过信仰而勇于修造追求挑战 在下一段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成为人生的导师 战争的残酷往往更能体会生命的宝贵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那一年总会长牧师也诞生了 象征和平的契机终于来到 他期许自己能带着和平的使命 用尽全力去拯救生命 我们来看以下的生命见证 大家好 我是海树 花莲县佐西乡轮天部落人 属于布农组 那我是一出生啊 大概没多久就受洗 我念小四的时候啊 过小四年级 然后爸爸就中风 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家庭就是算低收入户啊 然后也觉得这个人生是蛮 就觉得其实真的蛮辛苦的 因为我本身就是生长在这个部落 就是山林啊 西边啊 那政大在台北市算是比较郊区的学校 特别是这个二十几年前啊 那政大真的是很荒凉啊 那我反而是很喜欢的 所以后来就念了这个政大 然后那个时候舔的就是政治系嘛 那因为刚好那个时候 就是我要入学的那个那一年啊 或是前一年啊 刚好就是台湾整个民主社会运动 街头运动开始这个兴盛啊 包括这个我们说这个五二里农民运动啊等等啊 还有一些原住民的一些权益啊 的一些那个发生啊 那大概都是在那个时候 所以我那个大学也参与了这些 原住民的一些一些街头运动啊 退我回来之后呢 刚好就接触到一些 社里的一些弟兄姐妹 那其中当然有一个是我的学弟 那开始接触这个话语啊 那我开始对这个人生啊 还有一些生命啊 开始有一些新的看法 那其实在开始听这个三十歌伦话语之前呢 也一直很想读圣经 因为出生在一般这个基督教会 这个家庭的关系嘛 也想知道说圣经到底写什么 要不然以前都是习惯性的上教会 其实不是那么懂为什么要上教会 那为什么要相信神 甚至所谓的这个圣上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不是那么了解 那后来听了这个三十歌论呢 哇 那个整个都打开我的一些 一些我以前无法解开的一些问题 然后刚好也那个时候 我们说那个时候这个社里 也是遭遇这个最困难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总会长牧师啊 这个被逼迫啊 被误会啊 被误解 然后甚至在那个时候 台湾的有一些媒体也是这样 我是觉得有一点无蔑性这个整个社里 可是那时候我一直想说 我们这个做民主学研究啊 就是有一个研究方法 我们那个叫参与观察 不是那么了解这个组织啊 或是里面的人群 或是里面的部落的人的时候啊 我就不应该随便乱评论的 就带着这样一个研究方法的态度 去学这个话语 然后也去看里面的 这些教育们的生活 那我发现里面的这个教育 几乎都很年轻 非常年轻 很多都是大学生 然后那个光这个年龄层都很年轻 我都觉得有点让我吓一跳 因为一般我们对一般 一般现在教会 大概都是老人于海 不是老人 就是小孩子 其实不管是部落的 或者是一般在外面的 这个都会区的这个教会 你很少看到年轻人 那我觉得我这一生很荣幸 那有一个这个机会啊 可以跟郑敏锡老师见面 也跟他这样学习 那也观察也看过 他怎么去带领这个 带领生命啊 运动啊 或是一些艺术的一些表演 那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 就是教会办了一个足球的一个运动 那老师也是这样下场去踢球 那我可以看到这个球员们啊 真的都很喜欢老师 那我觉得就球员会喜欢老师 不是那种一般属性上的崇拜 那真的是因为打从心底里面 我觉得一个是佩服 那后来踢到结束之后呢 那郑敏锡老师啊 那他就 这是他习惯性的那个 就是会想服务这个弟子们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人很多 应该如果我记得没有错 可能有三百多位 甚至四百多位 然后他都一个一个这样 帮每一个这个会员啊 这个到这个饮料啊 就茶水啊 对 因为那天天气很热 然后就一个一个帮我们这样服务啊 服事啊 然后我想说 哇 我们排那么久又那么长 因为他的手不会酸吗 那我就觉得很感动 因为他那个不是刻意性的 而是一种习惯 就是他很想服务他们 很想服务我们 那这个方面 我觉得真的是 就是学习跟体会很多 因为体会到说 原来信仰就是生活 那爱呢 就是生活的爱 那这个爱是什么 这个信仰那个根本是什么 都是神啊 我是家庭专科医师林元玉 小时候家里做生意 经济并不是很稳定 所以我妈妈的口头禅就是 啊 人生是苦海 你要忍耐 所以我心想 说不定透过念书 可以让家中的经济状况改善 很幸运的 读书的路还算顺利 所以一路考上医学院 可是谁知道 在我快毕业的时候 含辛如虎拉拔我长大的母亲 却得了大肠癌默情 可是我对自己说 要忍耐 要撑下去 当时家里的经济 顿时陷入困境 为了筹生活费 还有医疗费 我除了白天在医院 接受专科医师的训练 晚上我也在外面监诊 这样的生活过了没多久 因为身心劳苦疲顿 我自己也生病了 我去看了风湿免疫科的医生 做了检查 却被诊断 我得到僵直性脊椎炎 白雪球攻击我自己的关节 以及捉骨点 引起了一连串的发言反应 我自己也知道 僵直性脊椎炎 只能够服用止痛药 以及免疫调节剂 2002年 很幸运的 我在香港 能够跟总会长牧师见面 牧师知道我得到了这种病 非常的心疼我 他说我为你祷告 总会长牧师 在为我祷告的那一瞬间 一股非常强大的热流 从我的头顶 直灌到脚底 那瞬间我感受到 我每一个脊椎 沾黏的地方 好像都被打通了 我的病 好像神机般的得到了医治 但是这对身为医生的我 真的无法相信 我心想 会不会是暂时性的 明天又会发作呢 隔天 我又去找总会长牧师 心想 我一定要透过翻译官 好好的说明 我这是免疫疾病 是无法根治的 牧师听了翻译官的话以后 很有耐心的 以爱 还是为我祷告 然后他说 如果你真的相信神透过我为你做的医病祷告 你的病就会好起来 回台湾后 我的病真的好起来了 到现在已经14年了 都没有复发 透过总会长牧师 我认识了神 肉体的疾病 内心的疾病都得到了医治 我体会到 人生不是苦海 而是甜蜜海 人 生来 不是为了经历生 老病死而已 而是这一辈子 我们可以透过肉体 实践神所教导的爱与真理 生命的奇迹都有一个共通点 那就是遇见新时代的良师益友 TCGM 台湾基督教福音宣教会 拥有医学会 学术教授会 法律会 体育小组 和平乐团 实验戏剧 公益服务等数十个团队 藉由文化 艺术 体育 圣经导读 丰富面向生活 传达创造主 对世人的爱 而这幕后的推手 是来自于总会长 郑明熙牧师的构想 他参加过越战 经历战争的无情 与战后的贫穷 决心要向神学习真理 来拯救世界 他的教导 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 乃是来自于圣经 他希望全世界的人 都能跟神更亲近 重启与神对话的美好时代 绽放新时代的光芒 第一次进入 了再次到 intact 下isés 女们在这里 再次进入 最深的故事 我们再次进入 明镇 支持明镜与 明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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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